现在是春节的前期通货是快递物流高峰期 但是目前看来呢数量并不是很多 主要就是因为北京市不仅是呼吁大家 尽量不要说这个国际邮件包裹之外 连他们境内的快递物流都受到影响 北京能送的包裹少之又少 TVBS驻北京记者订的货 等了好几天都收不到 我的货物没有收到 我看它显示在北京但一直都没有动 它会排队卸车的 咱们等一下吧 因为那几天有一天 货明明已经到北京 但卡在转运站六天就是动不了 疑问才知道和防疫升级有关系 北京从发现第一例本土确诊后八天 累计染疫人数达到27人 病例足迹涉及海淀朝阳 丰台防山大兴五个辖区 最新公布疫调显示 北京病毒是从国际邮件和进口冷链窜入 有不效益者为了躲避边境检疫 竟然将进口货标识地 偷偷改成国产 擅自将自东南亚某国进口待遇等海产品的进口标签 更换为国产标识 以逃避进口冷链产品正常监管 目前杨某某已被防山警方依法立案侦查 我们通常讲就像一个小偷要开锁 他开锁的一个能力是怎么样 那么在这方面呢 有研究表明就是Omicron的这个开锁能力 是Delta的2.8倍 疾控中心首席吴尊游表示 Omicron最强的在于传染力能通吃 也就是不管有没有接种疫苗 都有可能感染 TVBS新闻朱光宏 谢贤熙 陈运文 李敏珍 北京采访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